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就是跟大家說一下馬圈的發生消息 今天也有很多話說 首先我跟大家交代一下何宅堯 因為他今早在吐露港撞了車 不過人又沒事 也是很輕微的交通意外 第二件事就是 有一個新的電話師來香港 下季會開始來香港重練 那個人就叫做 喆超星馬會譯了他的名字 這個三屆新西蘭冠軍二馬師究竟的來頭是怎樣 還有我覺得他在香港的重練成績是怎樣 我稍後會跟大家介紹一下他 另外昨晚蘇小暉已經說不來香港 因為他有一個檢疫的問題 他整間都來不了 所以會有一個替工來香港 會有一個人頂蘇小暉 待會我會說一下那件事 好 喜歡的話 就這段影片說得好的話 記得按LIKE 這個時候我想說一下第一件事 就是何宅堯今早有什麼事 今早沙田神操完之後 他就開車去跑馬地 因為今早跑馬地有試襲 他駕駛到套路港公路近天赴海灣快線的時候 被人撞到 他駕駛著跑車 在後面那一輛七人車 駕駛到快線的時候就撞到他 人就沒事的 但是那輛車應該是 當然要整 因為他要處理 有七人來到 然後那些賠償或者要錄口供那些 所以就去不到今早早的跑馬地試襲 我們有一條影片可以給大家看 這個是Facebook 車鏡群的群組 看到了 七人車撞了過去 結果前面何宅堯那裡 人沒有受傷 但那輛車當然有少少損壞 大家可以放心 人沒有事 因為最近騎士都好像 接二連三 不同的騎士都有一些意外 希望馬會也要拜神 希望那天保佑那些騎士 什麼時候都要平安 這件事最重要的 至於福韻又一 之前在星期二就墮了馬 他已經是馬會包了一個醫療專機 以及有一個日本領事 陪他回去日本 已經是回去了 如無以外 所以就放心沒事 他還是沒有生命危險 在左邊鎖骨那裡有骨折 這個就看看是否要做手術 回到日本 好 就說一說這個 念碼斯 即下季 來一個新的 紐西蘭念碼斯 32歲 這位很年輕 Jamie Richard 黎超星 他就介紹一下他的背景 他是在2015年才正式做念碼斯 即是他練了馬六年 都很短的時間 然後去到2018年 他才拆了出來獨立 做一個Soul Train 因為他以前和人合夥 但在2018年開始 他已經是獨立的馬房 他已經是在紐西蘭做過三屆的冠軍念碼斯 這三屆的冠軍念碼斯 其實是很厲害的 因為你訓練了六年 這麼快就做到三屆 然後呢 他不單是做到三屆的冠軍念碼斯 他出道短短六年裡面 他是刷新了紐西蘭歷史上 歷來一季勝出最多頭馬的紀錄 一季勝出160場 然後也刷新了 一季勝出最多分級賽的 他贏了36場 另外也刷新了歷來一季勝出最多一級賽 他贏過13場 即是一季勝出13場一級賽 不單是紐西蘭 我算是澳洲那些 然後也刷新了 紐西蘭歷來一季勝出最多本地賽事獎金的紀錄 很多紀錄 他真是大賽的念碼斯 也刷新了 紐西蘭賽馬史上第一個 一季最快贏100場的念碼斯 你說這個念碼斯來頭肯定不小 你說馬會穩得的念碼斯怎麼會來頭小 對嗎 都厲害的 因為是很短的時間 他做到一些很厲害的事情 而且是破到當地不少的紀錄 而且他贏的分級賽不單是紐西蘭 因為紐西蘭的水準其實現在都不太高 他在澳洲也有贏大賽的 所以這個念碼斯這麼年輕 也確實是年輕有位 還有馬會也要找一些年輕的 想著在香港可以長期發展 要頂那一集就是退休的 比如蘇寶羅那些也是退休的 很多的念碼斯都差不多退休的時候要頂的 所以就找這個黎超星 來香港是長期的發展的 所以為什麼要找年輕人 就是這個意思 只有32歲 他會在接下來四月 就來香港籌碼房 帶著他女朋友一起來開創 他女朋友也是騎士來的 蔡馬世家來的 他爸爸也是騎士 他媽媽就是當地營業場的總統 然後他女朋友就是騎士 一起來香港開創 與此同時 他也跟廖斯林的Bloodstock有密切的聯繫 所以對香港馬主有認識 因為香港馬主經常去紐西蘭那裡買馬 另外 至於他有提到 來香港開創 他有什麼目標 他說他的長遠目標 是來香港做這個 冠軍練馬師 他希望有朝一日 不是一來又做 有朝一日可以來香港 成為冠軍練馬師 騎士方面 希望和莫雷拉潘頓合作 也會支持本地騎士 例如楊明倫 他主動提到楊明倫的名字 這個可能就是因為楊明倫 可能和希斯 也去過那裡 所以都會 特別提到楊明倫的名字 和潘頓莫雷拉也會加強合作 這個原因 論過來頭 論過背景 簡歷 是厲害的 但我想說的 他跟蘇寶羅麥菲文 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有些不同 麥菲文在澳洲 他的名大 不是他的名大 是他的家族 整個家族的名大 包括蘇寶羅也是 他的家族名蘇利雲 他父親也是 聶馬斯 做過十一屆軍 聶馬斯 蘇寶羅也好 麥菲文也好 他們在澳洲 紐西蘭 都已經 上了岸 來香港之前 其實是有分別的 他們是上了岸 蘇寶羅來香港之前 贏過十一屆軍 麥菲文更加不用說 整個家族 完全是很有名的 上了岸 那些就先來香港 但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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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樣的 他是冒起而來香港 所以我覺得 這個分別 再加上他 的確在紐西蘭的大賽 成績是好的話 我自己認為 他的開倉 來香港的前途 或者成績 應該是好過蘇寶羅 我自己就這樣看 或者應該是肯定好過麥菲文 我自己會這樣看 因為是不同的 年齡不同 而且是 一個是 他們是 在外地上了岸 一早是 整個 成就 一早有了 但是這個 是冒起 變相潛力 我反而覺得 會值得衝勁 所以 這個 我不認為是另一個 麥菲文 我不認為 不過無論如何 看看他來到香港 有什麼成績 到時候才知道 落到牆 事實就證明一切 至於 有人問 為什麼不升本地 副年 其實 根本現在 一直以來 我們都欠一個 外籍的 尼瑪斯 空拳 欠了很久 所以這個 其實是 來補回 以前 外籍尼瑪斯 的牌照 空拳 其實 兩條隊 嚴格來說 外籍尼瑪斯 和本地副年 是兩條隊 還有 我想 一季 會有本地的副年 升聖 但是不會在這個時候宣佈 他這個時候宣佈 外籍尼瑪斯 是給他們 因為他們 無論如何都要提早 回到香港 準備 不是到時候 林開羅才說 他們有什麼時間準備 所以 一早已經說 在這個時候說 通常都是外籍尼瑪斯 本地的副年 就是到季尾 可能6月 就會說 所以不是說不升 是還沒說 我覺得會有的 因為你說那一集 本地的電話師 很多都退休 遙本輝 多一兩年都沒有 所以一定會升 我認為也應該要升 有一堆 的確是非常好的能力 也很有經驗 所以一定會做 但不是這個時候宣佈的意思 最近有人問我有沒有玩開球 其實我自己也有玩兩手 但又少一點 而且不太在行 不過最近留意到一個網站 叫做365tips.com 他們的Best Tips 的AI人工智能 預測經過了大約一個月的觀察 發覺到 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 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可以在7天之內 預測到40-60場的足球賽事件 Best Tips 其實是用這個大數據 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的方法 多方面深入分析 雙方的往績 數據變化 戰術運用 和基本實力 最新情報 各各不同的因素 全部整合 再計算出來的 預測結果 現在他們正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的頭七 只需要20美元 如果大家有玩開球 或者喜歡打球兩手的話 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最後要說 蘇兆輝不能來 因為疫情 他原本想來香港 長期拆棄 但沒辦法 檢疫問題 已經被告吹了 現在有傳聞說 馬會已經找到替工 就是記者文傑在第二個平台上說 我昨天有看到 現在已經找到替工 如果我的替工是曾經來過香港 大家熟悉的面孔 可以猜猜是誰 我自己猜的話 我覺得兩個的可能性大一點 一是杜美爾 一是利政國 澳洲那些騎士來 如果你說一線的話 就沒什麼衷勁 因為澳洲本地的獎金都很豐富 現階段來說 未必說有這麼大的誘因來香港 反而 如果你說一線的騎士 又是騎得來過香港的話 我想這兩個會是較合理的 嘩 如果是的話就好 李政國當年 就明明是混吉 沒有做錯什麼的 只是家庭的爭執 你又釘他牌子前 是否戴勝還是誰打老婆 我忘了 又是沒事 照給牌子 那件事是亂來的 李政國來就好 他有很多冷馬 我自己也有些私心 還有肯定比我什麼波見市 現在香港那些公司騎士 真的差得不得了 水皮不得了 就算不是李政國 杜美爾也不錯 菊草跑得很好 你有幾何一個騎士 初來報道 跑第一日菊草 是可以起碼 都是好騎士 跑馬都不錯 所以如果是這兩個 南非邦尼的話 我自己也蠻開心的 應該是下半季 到時候會有公佈 頂一下蘇小暉 到時候 看看有沒有什麼正式的新聞稿 好 講到這裡 這段影片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話 給個like 看看這些資訊 或者幾個這樣的騎士 變動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想發表 歡迎留言 好 下次再見 拜拜